各案青少女就诊时 致数无感冒症状体温正常 但今医师问诊发现 最近不时会觉得头晕疲倦 还因为起床的时候跌倒 去照过X光片 身体检查发现患者脸色苍白 接摸较无血色 头发干燥且略微稀疏 临床上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严重时甚至会有心博过速 和心脏衰竭的表现不容忽视 那他也自己觉得说 最近他掉发的情形又比较明显 那我们临床上是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所以就帮他安排抽血检查 那抽血的结果就是发现说 他的血色素就是 确实是比较低下 而且他的红血球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他就是小血球的贫血 那我们进一步就是 因为有怀疑是不是缺铁造成的 所以帮他验了铁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发现他确实是血清铁下降 全铁结果的能力上升 还有血清的铁蛋白也是下降的 那这些 这些那个检验结果呢 都是确定就是 他有一个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我们在卫教之后 就给他口服铁剂的治疗 那瓶血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 包含头晕疲倦 颜色苍蓝缺乏活力等 那他们也会有这个 运动不耐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运动的时候 比较容易呼吸急促 然后有上去不接下去的情况 那比较严重的瓶血患者 甚至会有心薄过速 还有心脏衰竭的表现 那瓶血的治疗方面 就是因为瓶血的原因很多 所以重要的是说 找出他造成他瓶血的原因 那瓶血针对这个原因治疗 才能够真的改善 他瓶血的问题 那以我们这个患者的 缺铁性瓶血为例 那造成缺铁性瓶血的原因呢 大概有这些 那我们大约有2%的青春期少女呢 会因为青春期的生长 急速生长 还有他们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 而有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饮食中的铁摄取不足 肠胃道或是整体的其他部位有出血 那又或者是说 他有铁质吸收不良 以及肠胃道的其他疾病 都有可能会造成 他有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缺铁性瓶血要怎么诊断呢 医师会根据病史询问 理学检查 然后搭配我们抽血的结果 就可以确定诊断 那并且可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 那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缺铁性瓶血之前 就是说在补充铁剂之前呢 希望能够尽可能把缺铁的原因找出来 并且将它处理好 那举例来讲呢 就是像是如果是有潜在肠胃道抽血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分辨的前铁反应来做一个筛检 那如果说确定分辨前铁反应为阳性 那可能就要查一查它有没有像是比如说胃溃疡啊 或是痔疮等等 有肠胃道抽血的一些可能 那针对一些像是有在刻意做节食那些饮食控制的人 又或者是说比较不喜欢吃肉类 然后导致说它饮食中有可能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跟它进行卫教 帮它进行饮食调整 来改善铁摄取不足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有一些月静量 出血量比较大的女生呢 就是可能会建议它安排一些复刻检查 排除一些像是子宫肌油等等的 可能造成的原因 那把这些原因排除后 再补充铁剂 才能够真的改善患者的一个贫血的问题 贫血治疗最重要的是找出造成贫血的原因 并且针对原因治疗 以缺铁性贫血为例 可能和少女青春期的急速生长 和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有关 其他包含饮食中铁摄取不足 肠胃道或身体其他部位出血 铁质吸收不良 或其他肠胃道疾病 都是可能的原因 那缺铁性贫血的治疗 如果是没有其他特别原因的话 我们是以口服的铁剂为首选 那在补充几个月的铁剂之后呢 这些指数都可以慢慢回到正常 但是即使这些指数都回到正常了 还是要再补充铁剂大概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把身体铁的库存给补足 不会又再立刻又再面临到缺铁的问题 那口服铁剂可能的不良反应 包含了恶心腹痛 便秘等等的肠胃道症状 所以如果有发生这些情况呢 就是患者就是 就不要自行中断 当然要跟医师讨论一下 看有没有改药或是其他的方法 免得说它的缺铁性冰血有持续恶化 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那最后提醒大家就是 缺铁 缺乏铁元素这个问题呢 如果对于发育中的婴儿跟青少年呢 其实是会影响致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的 那我们针对一些铁 日常生活中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会建议他们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的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以补充生活中的铁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你在生活上发现 说你的小朋友 或者朋友亲人的小孩 有那种疑似瓶血的症状的话 那我们就是建议尽早评估 就医 然后以免延误他们的治疗 缺铁对于还在发育中的婴儿和青少年 也会影响致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 医师建议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来增加日常生活铁的补充 如果出现疑似贫血症状的患者 尽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